杜哥 车来了 送江参谋走吧 杜哥 杜哥 我知道你心里在怨我 江参谋他 是替我死的 他替我挡了那一枪 司令 芷芳死的时候 还有伤 他伤还没好 他对司令很有感情 我知道 我都知道 今天晚上他对我讲的那番话 是真心的 我听得出来 他是个优秀的军人 我对不住他 我对不住他 我带了一辈子的兵 打了一辈子的仗 在我手下 不知道死了有多少兵 但是今天晚上 江参谋的死 我 很难过 我 死了 大哥 送他走吧 也不知道 他有没有家眷 我听他说过他老家是商城 现在那儿已经是解放区了 我怎么向他父母交代啊 司令 你别再犹豫了 咱们起义吧 女士 华元 江才们的事情处理好了没有啊 快出 怎么样 人性犯在司令部医院 明天天亮了松出床去下葬 大哥 今天的事真是奇怪 你不觉得林沐云有问题 我刚才听东哥说 今天晚上 宪兵团那个 叫楚香雪的女人 跟林沐云 在离咱们谈判地点 不远的那间屋 拿枪对上了 楚香雪说林沐云是共产党 林沐云说楚香雪是共产党 谁也不放谁走 楚香雪说林沐云是共产党 我看他们宪兵团的人 都是属狗的救治的乱妖 不 大哥 我倒觉得这件事 没那么简单 你想想 刚才吴代表 说宪兵团里有他们的人 前一阵子 他们内部出街 就是因为怀疑有共产党 共产党 他们不是说 共产党是那个楚太太吗 不是已经给毙了吗 不 大哥 这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一直觉得 那个楚香雪不简单 你忘了 上次张池去我们那查勤 去找江参谋 就是他去的 我总觉得他在故意拖延 暗中给我们时间 那你说林沐云有什么问题 向你开枪的 是后勤部的 有人报告说 他一向跟林沐云走得很近 林沐云不可能吧 这个人跟了我快十年了 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 这个人就是一向反共 一向死忠 就是不愿看我投奔共产党 也许 也许他们只是看到了江志芳 知道他是共产党 所以就开了枪 大哥 您怎么还那么糊涂啊 这个司令部人人都听你的 你要不下命令 谁敢对江志芳开枪啊 肯定是有人生了外心 就是林沐云 他在故意换你的事 大哥 事情走到这一步 你千万不能糊涂 我们没有时间了 司令 爹也烧了 人 人呢 救救 救救 哎哎哎哎世 爸说 爷爷 爷爷呀你死哪一人 这是 爷爷 你出什么事了 爷爷 爷爷呀你死哪一人 陈天 我 爹 老爹 爷爷 什么会样 爷爷 谁干的 张齐 张齐 张齐干的 爹 爹 爹 是 梁董哥 爹爹你死了爹 司令 您看到了 我们的人被欺负成这样 爹爹 今天晚上要不是职方替您打了一枪 我们整个司令不就全完了 冷静点不要任性 听到没有啊 都什么时候了 我还怎么冷戒我 回来 爹爹 张师太就像这样 激怒我们 还让我们自己送上门具 知道吗 好了不用哭了 要让人家送到医院去 明年和江参墨已同葬 跟我进去 爹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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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 爹爹爹 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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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真的想好了吗 想好了 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难的 就是时机了 这个时候时机最重要 现在看来 我们真是不能再等了 大哥 只要你能下决心 不管多难我们都要往前走 就是死也不给他们干了 想我清白一事 终于也走到这一步了 大哥 这件事不要再说了 我做事一向说到做到 这件事不要再讨论了 月亮 你明天回趟老家 把孩子们接到司令部里来 找个地方送出去 把他们送到哪儿啊 不然 我也跟罗主任他们商量一下 把他们安置到对岸去 梁毕塑 你也会让人家 梁毕塑 你们去司令家开会 是不是上一起议的事了 我这个参谋长当的真是窝囊 你们什么事也不通知我 今天晚上共党代表进了司令部 是不是 江志芳死了 根本不像你们说的那样 他也是谈判代表 你们这些人是要往火坑里跳 带着司令往火坑里调 林参谋长 你是参谋长没错 可你并不算是我的上司 我是陈司令的机要秘书 我是他的私人秘书 我只对他一个人负责 你有什么不满 直接去跟司令说 梁东哥 今天晚上事我还没跟你算账 你帮着外人帮着楚香雪 我可以告诉你 楚香雪是共产党 绝对是共产党 李曼娥其实是被他陷害的 你和楚香雪表面上看起来有仇 实际上是暗通款曲 一唱一鹤对付我 你给我听好了 如果你胆敢再冒犯我 我就告发你 你去吧 随你别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不要干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司令家我能当一半 我的话司令是听得进去的 你一个人在这自谈自唱够了没有 你没事的话 我要休息了 我很累 我先去到这里 待会儿 居住 我先去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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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先去不去 大陆 今夜共军代表去陈和远军中会面 火部持知卫德消息 中共代替逃脱 江志黄离弃中枪 陈怀远反议已定 可否判计划将陈家宁专组 并请变色时候帮助查到陈宅地址 判回复七月风 主任 想着这一天 湘雪 组长 湘雪有事吗 我直搬 不用了 你身体不好还没完全恢复 就不用直搬了 谢谢组长关心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不去吧 不要去吃飞 你不去吃飞 我先走了 你不去吧 你不去 是要做什么 此事 我再帮你 你说你不去 你不去 他 Huh 张组长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吗 坐吧 这些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还有今天 今天晚上就我们两个 没有别人 有些话 我想好好地问问你 我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 正好 我也有很多话想跟您说 那好 说吧 把你的心里话都告诉我 确实有那些 是吗 你指谁呢 是你我之间 还是在我们姓名团里 就是林木屹 林木屹 你怎么确认 今天晚上我们去司令部行动 他带着几个官兵 要去给陈花远通风报信 让我堵在一个小屋里 你怎么知道 是他通风报信 当然 你不觉得 我们每次行动都会走漏风声 这事不奇怪 上次陈花远去新亚大理社之前 就是他去找李曼娥买的茶印 之后李曼娥就出现在那个地方 我发现了一个习惯 我发现了一个习惯 你每次说话把自己的位置 创得很准确 而且你每一次都把自己放在一个安全的面子 然后去分析对方的动向 我发现了一个习惯 如果 如果我说林木屹 其实是想破坏陈花远的行动 而你其实是在阻止他 那么今天晚上的行动 是不是可以说得通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你就是共产党 你才是那个内衔 张总长 你不觉得这话说得太重了 我看见你了 你和林沐云 梁东郭 三个人拿枪互相对峙着 那时我就在门门 这不能说明什么 好 这不说明什么 那我们就说说李漫娥的死 你对我说共党劫狱 你是不得已才打了李漫娥 其实你我心里都清楚 你直接打共产党也可以阻止他们 而你却向李漫娥开了枪 这也不能说明什么 如果我不向李漫娥开枪 上面是共产党 下面是李漫娥 你想想 那死的就不是李漫娥 而是我 那梁东哥是怎么回事的 你受伤了 他是怎么上阵的 你跟他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是什么关系 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我想的这样 那又是什么样 如果情报没错的话 你们早就相识了 在南京的时候 在你去干训班之前 如果更确切地说 他是你的恋人 保密局有这个惯例 有权地了解一个成员的一切社会关系 和情感境内 这个我都明白 但的确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和他早就不来吧 他现在对我恨之入骨 他是来找我麻烦的 他对你恨之入骨 我怎么听着有股怨恨的味道 湘雪 我不干涉你的个人生活 你应该知道 县兵队和司令部之间的关系这么紧张 你和他这样拉拉扯扯 这样互动影响很不好 身为保密局的人 你的行为很不恰当 湘雪 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 自从我来到临江 你的表现很让我失望 那个我从前认识的楚湘雪 那个风华正茂 出手不凡的楚湘雪不见了 我所看见的 是你的优柔寡断 你的金子 你和叶老爹 李曼娥 梁东哥 拉拉扯扯 我很失望 心里很不满意 族长 李曼娥他本身就是个特务 他用他小女人的一套 把宪兵团搞得乌烟瘴气 又用小女人的一套来对付我 我只能这么对付他 但这绝不是我的个性 您误会我了 而且 如果我不用这套来对付他的话 他差点就得逞了 不 不对 这是你打的心理战 你故意激怒李曼娥 表面看起来是两个厉害人在打架 其实是为了你们之间掩盖彼此的真实身份 李曼娥很聪明 可你比她更聪明 于是她就中了圈套了 李曼娥她是共产党 你怎么能替她说 不 李曼娥根本不是共产党 她充其量 就是个半路出家 来历不明的情报员 这些天 我回想了很多事情 从我到宪兵团的头一天 所有的工作记录 出入记录 我都看了 凡是有李曼娥出现的地方 你都出现 所有她知道的事情 你也都知道 只不过李曼娥死了 所有事情都死无对证了 张组长 你不信任我吗 你难道怀疑我作为一个 专业情报人员的基本准则吗 你的确很专业 但是你太专业了 专业倒让我觉得 除非一个人有更坚强的信仰支撑者 否则你一个女人 就算我张组亲自训任的特工 也不可能撑得住 除香雪 你的顽强出卖了你 你的专业 你的冷静出卖了你 顽强有错吗 专业有错吗 香雪 但没有别人 只有我们两个 你是共产党 你早就是了 你我心里都清楚 你就承认了 张组长 张组长 今天发生了太多事情 你脑子乱了 你一定是气过头 姜姐 不要跟我玩心理战 我说了 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承认了 我不会怪你 也不会出卖你 我会保护你 保护我 当然 你是我心里最喜欢的女人 如果你真的是共产党 我也不会把你交到上面去 反而我会保护你 带着你的原子过飞 带着你的原子过飞 香雪 我是认真的 我来临江之前 去了广州和台湾 毛先生说 如果临江的事情 我办得好 台湾 会有我的一席之地 你连眼前的事 都解决不了 怎么去台湾 再说 你拿什么保护我 我们可以脱离军统 去美国 去欧洲 找一个没人认识 我们的地方 共度余生 你这么跟我说 不怕我向毛先生告发你 党国的精英 保密局的超级特工 为了儿女私情 循私妄法 不怕毁了你是英明 你不会的 你不会出卖我 你就是出卖了我 毛先生也不相信 因为是他下命令 让我调查你 是他一直在调查你 而且今天已经下令 让我解决你 那你就解决吧 不过我告诉你 我不是共产党 你就是解决了我 我也不是 你是 你就是 一定是 只是你不肯承认 不能承认 湘雪 我是认真的 真的是认真的 说起心里话 其实我也厌倦了这个职业 我一直以为 我很坚强 但是现在我知道了 这些天 你天天在我眼前晃 但我确信你是共产党 当我看到你在我面前 若无其事地演戏 当我看到你 为自己的信念苦苦挣扎 其实我心里头是 又恨你又可怜你 我就想 楚湘雪 别再撑着了 其实我这个人 没你想象 怎么坚决那么可怕 我心里已经有个位置 是属于你的 如果你愿意 我们都不那么辛苦了 你不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吗 你其实说的不是你的真心 其实只是你的脆弱 多年的特工生涯让你累了 你只是累了 你需要好好地睡一觉 你说我的话我不会介意的 你说我是共产党 我也不会介意的 你好好休息吧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好 我 那我 要二位吃点什么 见过这个人没有 真人比照片老一些 没见过 你再仔细看看 倒是有一个人长得和这个人挺像的 知道那个人在哪吗 喝酒 你是老班吧 喝酒是吧 喝酒 走 换个地方喝去 走吧 喝好酒 喝好酒也走 喝好酒走 放开我 你们什么人你抓我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你们 你们谁啊你 老干 我今天终于找到你 太太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的客人呢 老东西半路久就行了 闹着要下车 我们没办法 太太 这个事情真是对不起 那天你刚一走 我就让两个小流氓给打劫了 钱和东西都让他们给掏了 这事真的不赖我 算了算了 我这个人呀 从来不爱跟别人计较 今天我来在这儿 还是想请你帮个忙 让我帮忙 太太 我不是不想帮你这个忙 只是我觉得 我一跟你沾边吧 我就倒霉 我要是再跟你帮忙 恐怕就没命喝酒了 反正 钱是丢了 要不回来了 我 我这个忙我也帮不了 帮不了 老干 你用了我的钱 本应当帮我办事 你知道 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吗 你说你这个女人 怎么是这样的事呢 你说你我都跟你说了 这个事情她不赖我 对不对 你说你实际上 你有那么多的仇人呢 我拿了你的钱 你看我挨了挡 我还没有找你要损失 你说你怎么能这样 你说你 你怎么打人呢 有事咱们商量吗 咱们商量不行了你 别开枪啊 别开枪 醒醒啊 就凭你这闹肿 还想跟我商量 把她带到地下室去 起来 裁判员 您打算怎么处置她 我刚得到的消息 张池带着人 闯入了陈怀远的司令部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今天信民团 肯定会热闹得很 好 你要多派一些人到陈怀远的司令部 周围盯着 打听打听他们随时的变化 及时向我报告 是 干什么 哎 问你们呢 这是什么 站住 站住 不是这 走 刚才有两个人把这东西扔下去走 这 这东西还动呢 扔开 来 把这关好了 送到陈胜屋里 叫陈胜马上来见我 是 是 还有 就说是一袋垃圾 没什么奇怪的 要是有第四个人知道 小心你们两个人的脑袋 来走 主团长 这么早就起来了 醒了睡不着了 想喝酒了 又没有了 想起来办公室还摆着一瓶洋酒 就过去来取 这是什么东西啊 没事 有点垃圾 怎么还得动呢 我看 我看 我看你呀是喝酒喝多了 垃圾怎么能动呢 老主啊 你最近这酒喝得太不像话了 是不是想接你那额来了 算了怪我 不应该说这个 去吧 去打酒去吧 去打酒去吧 老头 好 进来 组长 安排怎么样了 已经安排在一个秘密的地方 人都是靠得住的 那个 那个人是什么人 你自己干 此人是老干 老干 老干不是李曼娥以前提到过的人吗 我还以为她瞎编的呢 李曼娥 老干 这个女人厉害 她到底是谁的人 她到处缴急的目的是什么 把这个结合老干什么 让她尽快给我全付出来 好 难道 组长您认为 我没有什么认为 我只要真想 这件事交给你负责 越快越好 记住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好 这么说很顺利 是 可惜不知道里面现在热闹到什么程度 不会热闹的 张池这头老狐狸 她办的丢人事 她会盖得严严实实的 多难受 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 至于楚香雪嘛 我相信 她蹦得不了几天了 特别人 特别人 调查清楚了 宪兵团和司令部的火兵 是因为宪兵团认为 陈怀远在司令部里会见共军 这么说 陈怀远真的要投共了 那我们马上除掉 不就行了吗 蠢祸 我们的目的 第一不要让陈怀远起义 第二不要让张池把它给除掉了 一旦共军渡江 老蒋撤到台湾 我们要让陈怀远在前边挡住共军 保住我们的主力 撤向广西 所以说我们要左边拦住共产党 右边拦住张池 让陈怀远乖乖地给我们在这里当炮灰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全我们自己 你赶快联络里边的人越快越好 你赶快调集林江所有的人马随时待命 是 夫人 陈远 外面又乱 您就留下吧 我会记心的 董哥 辛苦你了 替我 多撒点值钱 一点 走 快跟上他快 快跟上他快 他娘的 真想葬了这些混蛋 梁哥 不能冲动 司令说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冲动 梁哥 这么多人盯着江三木怎么办 他们会不会把江大哥带走 他们连死人都不会放过 简直太没人心了 这些人本来就没有人心了 梁哥 咱们要不要醒世司令 实在不行 就把人埋在司令部后院的小山坡上 那儿有块清净的地方 我真的不想看到江大哥被他们欺负 好 我们回去 或者自己就把 Mamak 那人家说 我能不能喝远 一度 人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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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是去发丧去了吗 怎么回来了 新兵团把门外全看住了 还派车跟着我们 我跟苏子彤商量了一下 怕他们把江泽们抢走 所以就回来了 这是什么世道 连死人都不放过 行了 别哭了 不是说好了吗 既然是决定就不要急 夫人 您别急 司令部后院有个小山坡 那边很清静 我们就把志方和老爹 安葬在那里吧 你去安排吧 是 该通了 去见吴处长 现在看来白天去不成吗 你想办法马上去 无论如何 也要和他们结上关系 还有 家眷也拜托他们 是 是 张总长 你带两个人去查一下 陈怀远家老宅的地址 是 我们怎么查呀 你去问陈怀远他也不会告诉你 两个办法 一是盯住陈怀远的家人 二是到警察局 不计时居程 主长 我们不是有变色蛇吗 难道他不知道陈怀远家的地址呢 让你去你就去 我自有办法 是 陈家老宅的登记人 肯定不是陈怀远 远着说 就肯定不会知道他父亲的名为 所以把姓陈的资料 全都给我拿过来 明白吗 明白了 谢组长指教 好 组长 我想 我想跟您谈谈 好啊 最近 您什么事都不让我干 我觉得挺失落的 你想多了 我就是觉得你有点辛苦 想让你好好休息进去 谢谢组长关心 不过没关系的 您有什么事让我帮忙的 我会尽全力的 好的 我知道 不过香雪 我不是不给你工作 是还没到时候 我说李文 你累不累啊 我累得脑袋都快炸了 谁说不累啊 咱本来就不是干这事儿晾 女儿要杀个人盯个烧还行 看这些带子的东西 我根本头就大了 本来就斗大字不实意麻袋 诶 你说 咱们组长是不是有点走火入魔了 放着县城的杵香雪不用 还有杵团长 谁说不是啊 咱们还有变色蛇呢吗 他不就在司令部里呢 找个人一打听不就有了 我昨天跟他说了 他好像很生气 我觉得咱们组长对变色蛇 好像是又恨又怕 那你说 谁是辩子蛇 你说呀 我又不是外人 我觉得 是林沐云 他 你又知道了 猜的 对了 上次咱们去新亚大理社抓人 就是 楚香雪把那个密码本弄换那次 这个 他突然来找李曼娥 说是来拿茶叶 当时他手里拿了一根派克金笔 咱们组长突然态度就变了 那你说 如果真是他 昨天的小冬他干嘛不告诉咱们 是啊 组长也挺生气 昨天的事 要不是有柱柱 我们根本就不会知道 这树岛 我估计这林沐云 他八成日看到南京失守 也就跟着变心了 谁让他叫变色蛇呢 你还别说 你这猪脑子有时候说话还听不到 行行行 谁猪脑子 你干嘛去 你是不是找张苏雅宫去 我 我也 我 你 你 走 走 谁 陈胜 楚秘书啊 你们两个干什么呀 见我叫多 没有啊 我还有事 我先忙去了 走啊 祥玄 叔叔 你说那两个人 去导演室干什么了 谁知道啊 你管这么多事是吧 你累不累啊 叔叔 你看这是什么 户口资料 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 他们是不是 在找陈外延老宅子的地址 这不是有变色蛇嘛 他一找就知道